在纷乱的夜色中 一头公牛被年轻的雄狮捕获 仅凭二百多公斤的体重 雄狮也许缺乏酒口的力量将农村扑倒 但他们在数量上占优 凭借耐心和精诚协作的精神 他们最终将公牛制服 他们反复地撕咬着公牛的鼻子和喉管 最终使他弃绝而忘 几只猎狗听到了公牛的提号 但要想上前分一杯羹 还需要耐心地等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通常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通常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天亮的时候 狮子们已经饱餐了一顿 只留下一只未成年的狮子 看守着吃上的残骸 现在猎狗的机会来了 凭借数量上的优势 几只猎狗从正面进行骚扰 其余的从后面发动突袭 几只很快聚龙过来 在猎狗享用野牛残骸的时候 它们也要分上一对羹 猎狗对此没有意义 但狮子却不能容忍 但突袈的降落偏偏还是惊动了正在休息的狮子 几只狮子又返回到猎狗